你又要拍了吗? 好了 然后你在拍了吗? 我拍了 重来啦 重来啦 前面这一段 好了好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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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 Action 我们来讲 Salam 各位兰 欢迎大家收看十点新闻 今天 今天 中国武汉 来传了一名笑话 就是说 一名男子笑话笑到了下巴脱臼 我们常说 笑话太好笑掉打牙 中国近日一个男子 却因为讲笑话而笑掉了下巴 中国一名三十岁信孔男子 上周三下午陪同女友 登上武昌直达南昌的列车 准备返回南昌 当列车离开武昌約二十分钟 孔某为了逗笑正在生气的女友 于是连番说笑话 结果令自己也忍不住哄哄大笑 没料到 孔最后连自己也笑到了下巴脱臼 明有见状 连忙急着扶着孔某的下巴 并向列车指缘求救 孔某事后 却痛苦的用双手扑着下巴 浑身不停的颤抖 据说武汉晚报报导指 由于列车中复不停站 列车长急着与武汉连天路联系 破例靠黄石站一分钟 令孔某即时送院治疗 谢谢欢迎今天大家收看的晚间新闻 我是你们今晚的主播 Jennifer 谢谢大家